房子的干不干净 也在乎到它的运势好不好 一起來參觀一下它的小宅 今天介紹大家一個就是很少油污 只要噴一下 然後擦一下就乾淨了 這個是去年過年吃到現在 它每天吃這個油污 這個不生病才怪 那這個到底我們要去怎麼清 這個清了掉 其實我自己就是常用這支 廚房法寶 真的嗎 就是除油的法寶 它只要這樣噴 然後再等一下 然後再沖水 如果說你的油污像這樣 給它加以乳化 把它乳化一下 這個清潔劑會不會捕死我們的手 除了環保之外 它不傷人體 那像這個鍋子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鍋子很油對不對 就只要噴上去 你看實在真的蠻髒的 它這個外面太扯了 很恐怖對不對 外面也能清嗎 也能清 那我們就是稍微 你看它會乳化 所以它就放著旁邊 那我們先沖裡頭 就已經可以了 很快 我們來沖一下 英國貴婦一樣很優雅 好我沖好了 你看 哇塞 這完全不費力 完全不費力對不對 而且很趕緊 有時候你用完油的清潔劑 會殘留那個味道 沒有味道 完全不會 而且有一種淡淡的那種 優雅的味道 因為它的很多配方都是用活氧成分 那活氧成分它是速度很快 而且它不傷身體 然後也不會殘留任何味道 它有點像把它結合啦 你看 噴一下 哇這樣就乾淨了 對就乾淨了 太誇張了 一點油都沒有 那像那些氣炸鍋啊 油槽啊 可以這樣放在一起 然後一起噴 這樣直接噴就好 對對對 就這樣一起噴 這個超適合懶人的 你看這些油 哇已經掉了 已經掉了有沒有 哇好強喔 你看這麼髒 我沖一下水一沖就乾淨了 一般我們住家 通常霉菌會在什麼地方資深 我們要怎麼對付它 霉菌最多就是在這個牆壁的縫 它整間的磁磚縫 全部都有霉菌 它的肥皂 哇夭壽 這個根本就是霉菌的遊樂場 那還有就是 很多時候裡頭的塑膠 就是還有麻糬刷 一樣三個步驟 也這麼簡單 就是你會噴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沖水 就結束了 所以不用刷 這個罩盒我們第一個先噴 後面這個黏的也可以噴 然後這個牆壁呢 對 我們就先噴一下 可是它會留下來 對留下來 我們就拿個衛生紙 哇好沖冷喔 這個我們也把它噴一噴 哇這個太可怕了 然後像這個網狀 你也可以隨便噴 哇一噴 髒的都跑出來 那老師這樣子放的話 大概一般 大概你建議要放多久 我們可以放大概10分鐘 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你上班的時候 不在家的時候 你把它噴完放著 到下班再來處理 那它會不會就是留下來之後固定 然後回來 那個地方是髒了 還是它就直接會不見 喔直接就不見 喔 你看剛才那個刷子已經變乾淨了 真的欸 真的欸 刷子比剛剛乾淨很多 對真的欸 這真的乾淨很多欸 待會等了10分鐘之後 我們就直接沖水 我們就來沖水 就乾淨了 哇 你看這裡 哇掉了掉了掉了 你看 哇整個變新的一樣欸 你看這幾個都很乾淨了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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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